学设计必备的11节字体设计课 大家好,我是本节课的主讲小广 那有同学问我,他说小广老师 最近AI绘图这么活 那么是不是设计师都要被淘汰了呀 其实人工智能做设计 这个已经出现挺久了 比如说搞定设计,鲁班等等 都可以说是AI绘图 那这次AI再次活起来 我也去学习了使用了相关的一个软件 确实可以感觉到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再发展一段时间 很可能是要淘汰一批设计师的 但是淘汰的呢,可能也只是会软件操作 不懂设计思维的那些初级设计师 那你像品牌设计师,字体设计师等等 这些专业技能比较扎实的 那短时间内是不会被淘汰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就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套 进阶的设计教程 希望帮助大家早日的成为一个高级设计师 那么这个字体设计的话呢 它一共是有一时一节课 每一节课的话,它都有一个多小时 内容非常多 而且理论、技巧、思维和案例 都有一定的难度 可能需要大家呢,多花点时间 心思来学习以及练习了 那么在学当中 我也会布置一些的这个作业 给大家去练习 那么大家在完成作业之后呢 也可以给我来看 我会帮助大家分析找出问题 这样也能够更快的提升大家的一个设计水平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学习自知世界吧